其实我们脚要好好照顾 那我在两次怀孕之间 我就发现抽筋真的太恐怖了 我怀我女儿的时候 每天喝一杯那个牛奶 那时候主流医学说要喝牛奶 然后吃一颗专门孕妇保健用的 营养补充品 补充钙 几乎天天晚上小腿抽筋 痛到哭泣 后来我怀我儿子的时候呢 我已经开始喝精力汤了 从怀孕的第一天开始 在怀孕之前就开始 然后到怀孕的最后一天 每天都是这样十个月 一杯精力汤 然后吃一个水煮蛋 一片全麦吐司 从头到尾一次抽筋都没有 所以我发现吃对东西 可能可以减少那个抽筋 那为什么喝牛奶反而会抽筋 很多人就说钙磷不平衡 对 钙磷比例的问题 就是你补了钙 可是你的磷不够 不是 是你的磷更高 反而会影响那个比例不平衡 所以就抽筋了 对 那后来我发现 这个精力汤就是我当时喝的 推荐给大家 第一个当然就是有苹果 苹果果嚼很多 然后你说它的对 电解质这部分补充也非常的够 对 它有各种不同的矿物质 而且它跟你跟着脾气打的话 质化数量更高 对 对 对 还有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 奇异果 维他命C很多 钙也很多 那它是植物的 然后它其实里面也有一些蛋白质 对 所以对我们补充 我觉得补充锡和钙 锡也可以加强钙的吸收 所以这个也很好 然后绿色的蔬菜 钙含量也很高 然后还有凤梨啊 色酵素 那还有一些 我很喜欢的坚果 其实我比较常用芝麻 如果颜色不会不好看 我都用黑芝麻 因为黑芝麻钙更多 还有铁 我想分享一下 因为你在讲坚果的时候 坚果或是芝麻 不但只有钙还有一个铁 对 实际上绿叶蔬菜也是有铁 钙跟铁之间是跟肌肉的正常收缩 有关系 是 对 所以你真的想预防肌肉抽筋 这一块其实铁也很重要 很重要 常常看我打精力汤 其实把松的软的放在下面 这是豌豆苗 这是木树芽 其实现在芽菜很多 用不同的芽菜也很好 像我很喜欢用青花芽苗 是 然后我们把这个奇异果 放下去 然后还有凤梨 酵素也很多 帮助 尤其孕妇的时候 帮助我们消化吸收 是 然后这个苹果 果胶会让我们的皮肤也很好 然后再加上丰富的 还有各种矿物质 这里面我刚刚讲的矿物质的 薄酷的坚果 芝麻 我老公被我逼着喝了四年这样经历它 好香喔 很香吗 好香 好喝 奶好喝的 所以我常说用美味的食物 来帮助我们身体健康是最好的 这就是我喝了以后 就完全从此不抽筋 到现在都很少抽筋 我想就是因为 每天靠这些丰富的食物 补充了我的矿物质 对